伯多禄前书 伯多禄前书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宗徒伯多禄 志书给散居在本都、加拉达、喀帕多西亚、亚西亚和比提尼亚做旅客的选民 你们被召选是照天主的预定 受圣神祝圣是为服侍耶稣基督 和纷战祂宝血洗净之恩 愿恩宠和平安丰富地赐予你们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 他因自己的大仁慈 借耶稣基督由死者中的复活重生了我们 为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 为获得那为你们已存留在天上的不坏无瑕不朽的产业 因为你们原是为天主的能力所保护 为使你们借着信德而获得那已准备好 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 为此你们要欢悦 虽然如今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 这是为使你们的信德得以精炼 比经过火炼而仍一消失的黄金更有价值 好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堪受称赞光荣和尊敬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慕他 虽然你们如今仍看不见他还是相信他 并且以不可言传和充满光荣的喜乐而欢悦 因为你们已把握住信仰的效果灵魂的救恩 关于这救恩 那些预言了你们要得恩宠的先知们 也曾经寻求过考救过 就是考救呢 在他们内的基督的圣神 预言那要淋于基督的苦难和以后的光荣时 指的是什么时期或怎样的光景 这一切给他们启示出来 并不是为他们自己 而是为给你们服务 这一切如今借着给你们宣传福音的人 依赖由天上派遣来的圣神 传报给你们 对于这一切傲计 连众天使也都切忘窥探 为此 你们要束上腰 谨守心神 要清醒 要全心希望 在耶稣基督显现时 给你们带来的恩宠 要做顺命的子女 不要符合你们 昔日在无知中生活的欲望 但要像那召教你们的圣者一样 在一切生活上是圣的 因为经上记载 你们应是圣的 因为我是圣的 你们既称呼那不看情面 而只按每人的作为行审判者为父 就该怀着敬畏 度过你们这旅居的时期 该知道 你们不是用能朽坏的经营等物 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 被赎出来的 而是用宝血 即无电无瑕的 高扬基督的宝血 它固然是在创世以前 就被预定了的 但在最末的时期 为了你们才出现 为使你们因着他 而相信那使他由死者中复活 并赐给他光荣的天主 这样你们的信德和妄德 都同归于天主 你们既因服从真理 而洁净了你们的心灵 获得了真实无伪的弟兄之爱 就该以赤诚的心热切相爱 因为你们原是赖天主生活而永存的圣言 不是由于能坏的 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得以重生 因为凡有血肉的都四草 他的一切美丽都四草上的花 草枯萎了 花也就凋谢了 但上主的话 却永远长存 这话就是传报给你们的福音